春節廉價即將進入尾聲 不少民眾在大年初四陸陸續續收假 準備返回工作崗位 可以看到宜蘭轉運站 在今天下午已經出現了大批北返旅客 在車站大廳大排長龍 業者表示其實在十二號 就已經加開了一百多班次的客運 今明兩天預計會加開更多班次 也有不少旅客擔心遇到塞車 選擇搭乘火車 宜蘭站北上列車 幾乎斑斑刻滿 旅客人數也比平常多了 兩到三成 從今天早上八點半開始左右 往北上的列車幾乎都是客滿的情形 包括我們入職的加班車 也幾乎都是 班班都是客滿 另外蘇花公路崇德管制站 也在初四一大早湧線車潮 由於公路局不定時進行高乘載管制 因此太魯閣大橋也出現了塞車狀況 至於花蓮火車站初四 上午還沒有出現大量返鄉旅客 不過站長預估 從中午開始到明天人潮就會開始湧現 我們有說明天人潮在 我叫搜尋